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名人堂 台湾名人堂要告诉大家 有故事的人 有意义的事 今天的来宾友 其实我不用多说 我只要讲Bobby两个字 大家就知道他是谁了 他是台湾的Bobby天后王彩华 也是台湾兵起步 我们欢迎彩华姐 嗨 男人好 各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彩华姐好 我刚才这样子开场 我觉得大家应该非常印象深刻 这首歌大家太红了 对 就是Bobby Bobby嘛 讲得多余都爱Bobby 有看到这部都有Bobby 很符合台湾人喜欢的那个歌 有牌都有Bobby 有吃都有Bobby 大家看来我都很欢迎 今天一开场就很欢乐 彩华姐今天很开心 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要跟你聊一聊你过去的人生经历 那最近大家过不久就会看到了 你在这个杨阿姨的这个戏当中 《中校节义》当中 会有演出 又演了电视歌仔戏 对 很多人可能看过你演过歌仔戏了 我们来聊一聊你这次 跟杨阿姨的合作好不好 杨阿姨是我的白马王子 我以前做梦的时候梦到杨阿姨 我想要嫁给她小时候 真的假的 而且那个年代在就是这个 就是电视也歌仔戏里面 对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都是吃饭配歌仔戏 真的跟阿姨做会 对 都做会 对 然后一定要听 有雷花滑雪 一定要看 不看有雷花滑雪 你就真的临心就不快乐 真的 对 就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杨阿姨的歌仔戏 对 就觉得她好帅 很会电人 又好会演 风度翩翩好潇洒 我就想说 那你后来有机会跟她合作感觉如何 对 我觉得杨阿姨人超好的 而且她为我们这个台湾各仔细 就是在尽很大的力量 希望可以传承下去 而且她劳心劳力很辛苦 这样亲力亲为 我们的媒体都要一直来关心来看 是啊 我看到杨阿姨就说 国宝 你不用来没关系 你稍微休息 她说不行不行 我要来关心一下 都要饮料 要点心来让我们吃 来给我们虚寒温暖 那采华姐 你其实这个电视各仔细 你也不是第一次演 你其实好早期就开始演电视各仔细 我们聊一聊 那时候你怎么开始接触电视各仔细 其实我是在另外有台 演一个各仔细 那时候叫做千里饮演路 就是他美云 是修兴 修兰是竹林地 那时候因为小时候我就说要看歌诗 其实我也 其实歌诗都只有七里饮饭酒 还有那个 豆妈雕饭酒 这两行我都不能唱 都不能唱 流行歌诗 流行的 较流行的 因为你不是正统书生的 我不是正统的 所以七里饮饭酒是要有那个口味 那个很难唱 那个非常难唱 所以我就是从在那个美云姐的那个 那时候他演小生的这个歌仔细里面 在他慢慢教我的 然后慢慢学 然后再来就是 叶青姐 叶姐的歌仔细 然后再慢慢演 黄湘莲的歌仔细 李如廷的歌仔细 对 就这样演 你等于从小是看 然后后来加入 是 然后我的小蛋永远 小蛋我都因为是演他的爱干 那个小蛋就是 年姐 我都是演他的丫鬟 对 比较多 那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刚才有提到朱灵蒂 灵蒂姐 他其实对你的这个生涯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 因为我在台北的时候 其实没有地方住 对 因为拍戏 那时候一集大概一千多块 对 还不到基本演员费 还不到两千五 扣税 对 大概都一千多块 那有时候一集一千多块 你可能要演好几天 对 没有地方住 那时候我爸爸都开车 台南人上来台北工作 对 然后上来台北 然后隔天如果要拍的时候 早上很早就要起来 没有地方住 我就会睡在车上 跟我爸爸 睡在中立的休息站的车上 所以爸爸开车带你上来 对 然后在休息站里面 稍微擦 梳洗一下下就睡车上 为了省钱是不是 为了省钱 因为没有办法再住 饭店或旅馆 真的没有办法 然后朱林蒂姐姐看到我这么辛苦 她说 她就叫我爸爸 就说爸爸 她也叫爸爸 她说你不用这样 这样才辛苦 让她来到我们家 让彩花来到我们家 然后就带我去住她家 她爸爸妈妈 她也认我做干女儿 所以从此以后 林蒂姐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妹妹 她觉得我很辛苦 她不只让我住在她家而已 我跟她一起演戏完之后 她就带我到处去唱歌 还介绍工作 是 而且她都会说 她要叫朱林蒂冠 我妹妹也先说 打包一起 买一送一 但是我是有钱 很提法你 非常非常 都拉我去到处的唱 这个我妹妹 都坐在你身边 甚至拍戏也是 之前本来有一个角色 别人演的 那时候是马妞演的 良人 但是好像她临时不能演 排不开 加戏 我就因为跟着朱林蒂 林蒂姐 因为林蒂姐有演那一出戏 我就跟着她去晃晃晃 后来自助人说 哎哟 不然叫王彩华来 因为朱林蒂姐一直介绍我 扑上我 希望有机会 差不多加戏也都可以 结果就这个机会 我就演了良人 这里面的一个角色 我那时候对于戏 其实不知道怎么演才是对的 我不会看机器 就是说有亮灯 我会觉得怪怪的 因为我们是 你唱现场跟那个不一样 对 你歌厅餐厅不太一样 然后觉得就是摄影棚都亮亮 都没人 都暗暗 然后这样演这样演 你就会觉得 其实刚开始蛮害怕的 然后走位也走不好 老是挡住别人 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了 姐姐 像妹姐她们都会教我怎么样 排走 然后怎么样机器 然后怎么面对这样子 就教我一些美感 我就懂了 还有朱林蒂 对你来讲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哭不出来 哭不出来 我之前在 就是有台演八点档有一处爱 我是一个厨绩 那时候那支戏很有名 很有名 非常有名 女主角是金树梅 迪音张琼姿 男主角是刘德凯 非常有名 对 我是演一个其中一个角色 我是一个厨绩 汤志伟要来帮我赎生 赎生我应该很感动 对 而且他这么帅 他这么帅 然后他跟我赎生 他说我要把你小心 你真可怜 我还很感动 掉眼泪 我掉不出来 然后我掉不出来 当下我说完了 怎么办 我也不懂得点眼药水 不懂 我都不懂 然后怎么办 哭戏 因为我以前演的都比较活泼 对 三八一点的 很开心的角色 很可爱的角色 从来没有演过哭戏 那该怎么哭呢 对 对 哭不出来 然后导演就说 来 等一下等一下 不然稍微笑一下 不讲这句话 一讲我越怯 因为大家都在等我 更哭不出来 更哭不出来 摄影师哥哥说 好 你偷偷心 我稍等一下 去吃个粉 因为要吃粉 大家在开工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比较坚重 哇完了 大家都在等 怎么办 他急啊 急啊 急啊 还硬 然后有了有了 正式要录的时候 还是掉不出来 对 掉不出来 那你就会觉得很难过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一眼就不能再等了 对 就点眼药水 对 那是让我最挫折的一个地方 就觉得我怎么可以 这个 这么没感受 没有感觉 我都觉得 为什么有一些女主角 哭起来好漂亮 对 对 淋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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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 我都这么漂亮 但我不是 我靠起来都像中质 你有看过中质吗 上眼皮跟下眼皮都走成这样子 然后一条黑黑的这样 就哭得好肿 对 可是我记得淑娟姐 王淑娟有跟我讲一句话 是 你只要是真诚的 哭得很自然 很 在你的情绪里面 愁都没有关系 那就是演员 对 观众会跟着你这个角色走 对 你会 他会被你吸引 所以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会去那么 就是说 一定要多漂亮地哭 我反而觉得 如主人 那一档是漂亮的是最好 不然也没关系 丑就丑了 丑就丑了 要进入那个角色 才是最重要的 对 除了戏剧之外 你在综艺节目上 真的很放得开 我觉得大家也很印象深刻 吞金鱼吗 对 有救人喔 你的综艺节目 你真的一直以来 都这么没有包袱 是不是 应该讲是 我不想放弃任何一个表演机会 因为对我来讲很难 对我们这种 不是一个专科的 对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 因为要赚钱养家 才出来唱歌 对 接触到戏剧 然后再上综艺节目 对 所以我得要把握 每一次给我的机会 不管是 我有聚高症的 要叫我高空弹跳的 自由落体的 云霄飞车的 我通通去 而且你很怕高 对不对 我非常 我就是有聚高症 我二楼往下看 我就头上了 那你那个自由落体 怎么玩呢你 我那个自由落体是 没办法 我是要被处罚的 对 然后处罚的时候 大家都一起一起 两个两个上 到我的时候变我一个人 没有办 天哪 我就这样子 当那一拉上去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这个拉上去的时候 升上去的时候 那个过程 我一直哭 然后我一直求所有的众神佛 什么官司义菩萨 三太子 贼公 什么耶稣基督 都来啊 我说拜托 舅舅 我快要死掉了 我如果掉下去死掉 我阿嬷怎么办 可是那个当下我想了这些的时候 啪 已经掉下来了 可是那时候我是哭到饱 我是好惨 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可怜 我只不过要赚点钱 知道吗 这么辛苦 很辛苦 然后再来那一个吞金鱼席 我那时候是要上 也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节目 是过年特别节目 因为我们记得是乃哥跟晨晨哥主持 对 所以叫我变魔术 我就想说变魔术好啊 很简单嘛 假的 就把它变出来就好了 通常都有道具 对 反正这里长眼 这话就不会出来 这是手法而已 对 很简单 我就说好啊 这样 他说好 那你先去复兴俱校 跟老师学一下 那个老师 变魔术要去拜师是不是 对 一定要先教你 对 我就说好啊 我找罗飞熊老师 我就说好啊 很有名 非常有名 我就说好啊 就去找我说 老师你好 然后你说我找 是 老师你好 对 好 来 来 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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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先喝 我说蛤 变魔术 学魔术 学魔术 怎么要喝米酒 对 我也 就是小孩子 我就喝了 我就喝了 对 我就喝了嘛 然后 老师就说 来 这个鲸鱼 就是夜市捞的那个鲸鱼 肚子 大大的那个 有不 小小条的 小小条的 对 很可爱 对 叫我吞 我说蛤 吞 她说对 你吞 我就说好 你还真的吞啊 真的吞啊 吞的时候那个 那个尾巴整只都在喉咙 我觉得很恶心嘛 第一 是吞的是那个 橘色的 好 然后说你吞了 好 再来一只 黑的 我要吞 再来一只白的 我要吞 吞了三只 老师说好 你可以回去了 蛤 不是在学魔术吗 对 我问老师 我 我怎么变出来 魔术还没学到 这个 对 怎么变 对 对 她说 就吞了吞了怎么变 我就蛤 我不是要变出来吗 就很简单 来来来 到时候我会跟你讲 这里就是这样子有一个 勺子卡 对 这里面有水 握把这就是 唱三只在这 对 然后开关一打开 我就 然后就一直就掉出来 来来来 观众 你看 来来 这一只 我刚才吞进去 对对对 这样子 然后再吞 总共要再吐三只 再把三只吐回来的意思 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 学的时候是不是吞三只 对 对 我回去的时候就开始 怎么办 我如果再去录影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再吞三只 对 还要再正式来一次 对 天哪 那我就是活吞了 六只精力 六只 是 救人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离那个 雾影的时间大概有四五天 我一直在煎熬怎么办 对 我鬼剃头 掉了一块头发 我如果 为了这个事情紧张到这样 紧张 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去录 我就没有信用 对 但我去录了 我又要吞三只 我觉得有点残忍 对 对 其实我那时候觉得很残忍 嗯 然后就在那很煎 哎呦 很煎熬的 状况之下就是 但我选择我还是去 嗯 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没有信用 嗯 答应了这个通告 我一定要去 不然以后人会觉得 哎呦王彩华 都跟隐隐的都不敢来 言而无信 言而无信 对 所以我因此我就 还是去录 所以我在 那个现场的时候 我又吞了三只 所以你不觉得 我现在六只鲸鱼跟着我 哈哈哈 其实我现在有开始在念经 应该这六只鲸鱼 已经变成我的护法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对 那个过程的时候 就是觉得自己 得要去接受 跟可能也是这样的因缘 要去学习 然后告诉自己 不能当一个 没有信用的人 要唱Bobby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说 有人会听吗 压力大到 我曾经有想不开过 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可以上美国CNN 然后很多包括商业周刊 都在报道 很多人都在报道 我那时候才想到什么叫红 你这个演艺生涯其实高高低低 但是我刚才一开头就讲到你这个演艺生涯 大家最记得就是Bobby这首歌 是 那时候真的让你大红大紫 来谈谈那段过程好不好 因为美人节那时候有一天打电话给我 因为我上过她很多的节目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主持人 而且好有 对 学士这样子 然后有一天她打给我 她说彩华我是美人节 我说天哪 你怎么打给我 可以 如果诈骗集团我就把它挂掉 真的假的 你就挂掉吗 挂掉 然后她再打我就 我接 我是美人节 真的美人节吗 她说是 因为我现在要成立一家经纪公司 那我想要找你 然后她在讲说 你还有什么梦想 我就说 我出道我是一个歌手 我从16岁就出来唱歌 赚钱养家 那如果可以的话 就出一张专辑做个纪念 这样 她说好 没问题 这样 我说真的吗 对 然后她说好 OK 好 那大概讲一讲 好 就这样圆满这样 我就说真的可以跟美人节 一起合作 好开心这样 然后真的就跟她签约了 签约的时候就先帮我出一本书 然后再来出完书的没有多久 美人节说 三太子我都签了 我说 蛤 三太子 美人节在说什么 三太子是新民 你都签起来说 我们要来出专辑了 我那时候真的吓到我 所以这个舞曲是她的想法 是不是 是 就是她去找歌 对 找Bobby Bobby这首 韩国的这个曲 然后填我们的词 台语的词 对 那时候我说 真的要出专辑吗 我原本想说 如果有就有 没有就算了 美人节是真的很用心在策划 然后有一天我就问她说 美人节你 我真的 你不会觉得 你这样子会不会得了解 然后她就说 因为她曾经做梦 那高雄的世大院 不是有三太子都站在那里 人偶 他都掛脸 台鞋帽 很帅 她说我站在中间 旁边都是三太子 但我没有开口讲话 所以那时候她就觉得 心灵有机器 会好 会好 有这个阴影来 还签到三太子 这样做一次就真的 完完就来撮下去了 所以就出了一段 但是这个过程是很辛苦 对 压力大到 我曾经有想不开过 真的啊 就是怎么唱都唱不好 因为国语那咬字很难唱 就是那个咬字吃吃吃什么 就在那个 这个那一句里面 有一二十个字要唱在一起的 那个好难喔 我一直唱都唱不好 这不是很清楚 你知道我那天 在那个录音室的时候 我极度的崩溃 我上去的时候 顶楼我看着101 想要拥抱他 然后一直哭一直哭 我说天哪 我唱不好 这样子是不是对不起美人姐 对不起所有的人 这样子 就一直在那边乱想 后来制作人看事情不妙了 彩花姐怎么上去这么久 都没有想 彩花姐 没那么严重 滤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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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我自己超没有自信的 因为我都觉得说我又不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 再来我也不年轻了 我那时候大概40岁 就是有人会听我唱歌这样 然后你知道美人姐跟陈子宏老师 还有陈冠福老师就说 彩花姐 不要跟谁比 你就做你自己 你就做出王彩花的特色 你把欢乐 温暖 温馨带给大家就好了 不要跟任何一个人比 我说真的吗 是 真的 做你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话应该让你放松不少 放松很多 所以我就是 就是这样子让自己增加了信心 然后更有能量 我就知道了 好 所以那时候这首歌还红到CNN都报道了 对 有点夸张 我自己都吓到了 天哪 阿渡都在跳Bobby 还说我是那个台湾的Beyonce 我说哈 Beyonce很厉害 我不知道 我中文就来室 달� Efek 那台湾冰淇一步 是我以前上节目的时候 就acy Okay 就讲说我是台湾冰淇一步 然后就自己把自己想到 好像真的是台湾冰淇一步 就把自己 就觉得开心快乐的就好 那后来爆红之后 你觉得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很深的感触 或者是觉得天哪 怎么 有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 从来没有想过 我有梦想说可以出张专辑 就做纪念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不要让美人姐亏钱 然后我怎么样尽量努力的 把这张专辑做好 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可以上美国CNN 然后很多包括商业周刊 都在报道 很多人在报道 甚至我上过江苏卫视的春晚 跟湘门卫视的春晚 我就觉得代表了台湾的 这个文化 台湾之光 什么呢 不敢 然后可以去上 我都觉得好不容易 为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感恩的 那个当下是 很多朋友都出来听我 就艺人出来跳BOB 然后帮我宣传 然后又制作人跟美人姐 哇 这么棒的一个 花这么多钱 然后很努力在做这张专辑 然后这个效果出来 美国CNN都在报道 我天哪 我那时候才想到 什么叫红 感受到了 我感受到 而且 我那时候在享受这个 果实 哇 天哪 我那时候去科技 高雄的科技大学 演唱的时候 露天大概快两千人 对 主持人说你们最想要看到谁 台下讲王彩华 真有人 这人家人 我这时候会不会在做梦 我天哪 是真的吗 而且都是学生 对 我好感动 那时候我超感动 我说我何德何能 在这个 这个年纪 还有这么年轻的粉丝会喜欢我 我好感恩那个当下 我那时候在牛肉厂 我的绰号叫游戏 游戏 游戏 你躺了 你躺了 我睡觉的时候 做梦 我梦到了 拖了 我一坐起来的时候 我先看我身上有没有穿衣服 然后我就一直哭 一直哭 我说天哪 这个压力 我好痛苦 财华姐刚刚提到你这个演艺生涯非常精彩 但是其实你很珍惜每一个工作机会 主要是因为其实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太好 对不对 我们聊一聊 其实你很小的时候妈妈就不在 就不在了 是 11个月大的时候她过世 当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 你知道的 因为11个月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了 那我是阿嬷带大的 我爸爸 我哥哥多我两岁 这样子 我们家就这么简单 阿嬷 爸爸 哥哥这样 那我记得我的印象当中是 阿嬷都去给人家洗衣服 煮饭 爸爸在做扛棒 招牌设计 对 有一间店 但是因为爸爸生意 有认真的 我们爸爸里面很漂亮 扛棒 我看他会钓得很高 也要去那里 以前那个年代扛棒是都要去那里 还是什么 很多扛棒这样 对 我就觉得我爸爸很辛苦 对 阿嬷也很辛苦 然后 我觉得我们家里的 就是都不够 好像开销 所以我们住的房子 都是租的 那种就是顶楼 家盖的 或者很老旧的房子 最便宜 对 几乎 每一家里面都有鬼 啊 从小住鬼屋 对 我说的是真的 你真的看过 我看过 天哪 我真的看过 你有印象是什么 就是有一天我就在客厅 然后看着厨房 对不对 可以看到厨房 对 我看到一个没有头的 这样跳过去 年纪小小的时候 我很小 那时候可能 我小大概 三四年级吧 对 我就看到 我很怕 我吓死了 我跟我阿嬷讲 阿嬷 我好像有看到 那个是什么 他就要说而已 我阿嬷说 小孩不懂我会说 没有那个事情 不懂我会说 对 没有 我们就住了一阵子 但我一直觉得 怪怪的这个地方 对 然后后来我可能我爸爸跟阿嬷也觉得怪 他们只是没讲 所以他们也有感觉到 对 我们就搬家 就在搬到别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有一天回到 我们原本住的这家的隔壁 美容院阿嬷在那儿洗头 洗头 把她洗头的那个 老闲女说 好 兄弟 你们早前 我阿嬷说是怎样 以前那间就是日本宿舍 有人没钓死在那里 所以是没有头的 是 是这样 所以从小其实生活的环境就不是很好 对 然后在住别的地方还是有 因为你都找便宜的 对不对 感觉那个地方都比较阴有没有 然后都会看到那个东西 对 我跟我阿嬷爸爸哥哥一起睡 擠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对 对 所以那个过程让我觉得 阿嬷好辛苦 爸爸也好辛苦 所以我就想说 我要出来赚钱养家 你小小的年纪就办公办读了 对不对 16岁我逼 国中毕业的时候 我就跟我爸爸讲说 快毕业的时候 我跟我爸爸讲说 我不要读书了 我要住来赚钱养家 那你要靠什么赚钱 不知道 我那时候就是想说 去咖啡厅当小妹 去端盘子也好 我就是不要再花家里的钱 对 然后 我要帮我爸爸还 就是说还一些赞 然后让我哥哥读书 帮我阿嬷减轻一些负担 所以我16岁我就说 我做什么就好 就是去当个小 端盘子的小妹都可以这样 然后我就真的去端盘子 我爸爸不愿意 对 我爸爸说你设置好了 不要紧了 我说不要 我就是要出来赚钱 这样我不敢跟阿嬷 对 然后 然后 我就去那个高雄南宝石 那附近咖啡厅 我就真的去端盘子 但是 我就跟她说 你就 就手不够够够够了 不够够够够了 都破掉了 走到就想到 没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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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喜欢哼哼唱唱 就很想唱歌 然后我们社区 这是在高雄的时候吗 我国中 我们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就搬到高雄 全家人就搬到高雄 所以到国中毕业的时候 我16岁就在高雄出道 就是因为我们社区 有一个会唱歌的 唱那个家庭 现在唱那个家庭叫林美丽 那时候他也是一个 助唱的歌手 非常有名 很会唱 然后他就介绍我去歌厅 舞厅 然后唱歌 等于到处跑就对了 所以这家酒店 可能唱半个小时 再赶下一家 然后舞厅这里唱20分钟 再赶下一家 可是你这样一天下来 要唱好多歌 是啊 三四十首跑不掉 对 我唱到没什么 没什么就在助手 做什么就要做抗生素 类固醇 类固醇 都要 做到有声 就去唱 有声就去唱 有声就去 身体都照着帮他 你记得那时候一天收入大概多少吗 我可以讲说大概一个月吧 一个月大概 六七千七八千 那应该已经可以帮家里 帮上一些忙了 可以 然后我唱到已经 我觉得再这样唱上去我可能会疲惫 因为 不是长久自己 对 我自己我觉得身体也受不了 因为一直没声音 你就一直要打针 然后让自己有声音 后来一个姐姐跟我讲说 不然那时候有肉厂就很流行 牛肉厂 牛肉厂高雄啊 全台湾很流行啊 好多家这样子 我说牛肉厂是什么 你还搞不清楚状况 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很小啊 对 十七岁差不多 十八岁那时候 就是没穿衣 你去那儿唱 很简单 你没穿衣 我有啦 你有啦 是那边的人没有穿衣服啦 对啦 我有穿啦 吓死我了 是他没穿衣 那你是什么时间上去 我就是去唱歌 是让他们观众去尿尿的 电档 中间的休息室 我就唱两首歌 他告诉你一天唱五段 一段两条歌 然后一天只要唱十首歌就好了 那我以前跑场 酒店五厅这样跑 我一天可能要唱三四十首 二三十首都要 但是在那里 我可以不用唱那么多 我只唱十首一天 对 但我一天可以赚四百块 那不错 就是一个月就有一万二了 对 就比原来的收入更多了 我又很轻松 我就说那好耶 对 然后我就去 你知道我去的第一场 看到 进去的时候看到他们 没有穿衣服 我就说 好可怜 这些女生没有穿衣服 然后还要在那边表演 就是他们脱光光在那边走来 表演给台下的一些叔叔 阿公 大伯伯他们看 然后甚至我看到的是 在表演特技的 就是一个大水管 这么粗的水管 他从这一头没有穿衣服 劈腿到那一头 我看了我就说天哪 是这样赚钱的 可是没有办法 他们就是得要这样子表演 才有办法养家糊口 糊口这样 所以那段经历 对你后来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嗯 其实那个过程 很痛苦的 你应该压力也很大 我觉得 超大的 我到唱歌电档 出来 让人家去上厕所 我曾经在很乡下的一个戏院 因为后台他没有洗手间 我得要到观众席的洗手间去 那一场休息完 我从后台要走到观众席的厕所 我就觉得我进去观众席的时候 有一个男生跟着我 我就觉得很奇怪 好像他 我就觉得他怪怪 他不是 我的感觉他不是要去上厕所 就觉得他在跟你跟我 我就觉得很怪 然后我就到厕所的时候 我就冲进去 然后我冲进去的时候 开门的时候 我就门关上来 然后我就往下面的门缝看出去 天啊 他的眼睛跟我的眼睛对上 天啊 我大叫 然后我开门出去的时候 他跑掉了 因为他被我的尖叫声吓到了 我也吓到了 因为我就冲出去 他也冲出去 他就冲 他不知道冲到哪里了 我就是赶快冲到后台 我也没上厕所 我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 我就变态 怎么这么变态 然后我就很难过 因为这样子可能就日季月的下来 或者台下的观众人说 我那时候在牛肉厂 我的绰号叫 又起的 说又起的 你疼啦 你疼啦 我说没有啦 我没有疼啦 你疼啦 要多多我都给你啦 我说没有啦 不是钱的问题 我就人家没看 长得很奇怪 自我解嘲 对 我说我人家就离离离离离了 不好看 你看了 可能要去妙人太厉害了 不好啦 不要走啦 不要看啦 一直告诉你 就是常常会接到这样的讯息 然后有一天我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这个压力太大了 我睡觉的时候做梦 我梦到脱了 我一坐起来的时候 我先看我身上有没有穿衣服 我说天啊 还好有穿衣服 然后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说天啊 这个压力 我好痛苦喔 而且我在台上都要讲一些很肮脏的话 这些肮脏的话是让我觉得最受不了 因为在我那个年纪 我不懂我都要去学 你必须要取悦底下大人 对不对 对 而且是老板交代 他说你看那老的主持人这么说 说得这么好笑 他不就要去学 说蛤 要去学什么 就学什么人 你看他怎么说的 男人的主持人跟男人的 很有名喔 在牛肉厂 叫我去学他们讲话 然后他们讲什么话 三字经啊 甚至讲到器官都有 叫我讲这些 我那时候18岁 19 20岁 叫我讲这些 然后我为了要赚钱 我就去学去看他们讲 然后用在我的舞台上 就我主持的那个地方 讲讲讲讲 但我觉得我自己好脏喔 我怎么可以把这些 连那个平常在讲的那个三字经 跟那个所有的器官 全部在这里讲 然后让大家开心 因为观众会开心 他会在那个场所 他们喜欢听这个 确实我讲完之后 大家好开心喔 可是其实我很不快乐 你是不愿意的 我不愿意 我非常非常的不愿意 但是没有办法 但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 我主持的那段时间 我在其实牛肉厂还算蛮有名的 因为我到处跑 因为我长得就是 也是就 漂亮漂亮 可愛的 甜甜的 又变得厉害 唱歌 就要厉害 这样 可是那个当下 我其实是一个超级 超级讨厌自己的人 我不喜欢这样子的我 对 所以那段时间完之后 我就坚持 我不主持人 我跟我爸爸讲 我不要主持牛肉厂 我跟我阿嬷讲 我也不要主持牛肉厂 你们都不要叫我去 但我大概休息半年 我家里就是 仅有的一些金子 今晚 因为每个月开销 其实以前赚的也只能够 cover那些生物 一个月 对 一个月的开销 甚至会一点点钱 多一点点钱而已 然后 该花得多 我半年没有做 开销都要 然后就这半年 都花得差不多 花得差不多 甚至一点金子也卖掉 连冷气都拿去卖了 然后那个牛肉厂的老板 都会打电话来 叫我去主持 叫我去主持 我一直不要不要 后来有一天爸爸就说 人家都这样叫 你就去嘛 不然我们都没钱了 我还是不去 我说我不要主持牛肉厂 我真的不要 不要逼我 很好 然后我阿嬷就说 我阿嬷开口讲说 我们家都没钱了 这 现在人家真的都没钱了 对 人家这样叫我 你就去主持一下 不然我们日子不好过 这样不可以 我因为我阿嬷讲的这句话 我才又去主持 所以我又进入牛肉厂 又开始去主持 又开始接触这个东西 对 那你后来是什么机缘 可以让你离开这个环境 应该讲说 我在牛肉厂的过程当中 我也有接触到歌厅 餐厅 对 就到处唱 但是都很便宜 就没有什么钱 一千多块这样子一天 那还要住旅馆什么 都住最便宜 有一天 我在台南做 然后在做秀 然后在台中做秀 高雄做秀 所以我认识了方俊大哥 然后俊哥那时候在台中有房子 我在台中年美歌厅表演 真的没有的 就要花钱 他说他看我这样 开始我爸爸都带我 对 他说 你不要再开始住那个路馆 小旅馆 对 小旅馆 你来 台湾 我就去 有一天他邀请我去 我跟爸爸去你家 结果是你太太生日 真的啊 对 然后他太太也是 就是看到我 就是说 哇 你好可爱 为什么可能我觉得俊哥有跟他太太讲说 这个女生 家境不好 家境不好 很孝顺很努力 这样 我就说 我就看到太太我很开心 我就 他就说 他太太 方俊他太太说 我认你当做 我认你当盖妹妹 我说真的假的 对 你从此以后叫我姐姐 我说真的吗 好开心喔 方俊以后你就叫他姐夫 是喔 从俊哥变姐 变惊人了 对 我就说太棒了 他说以后你都来住我家 真的喔 供你住就对了 供我吃住喔 我吃他家 住他家 用他家 还有我爸爸 你怎么都 还附带一个爸爸 都还附带一个爸爸 然后那时候俊哥很忙 全台湾到处在作秀 他一年365天都在作秀 那姐姐就 就说 你姐夫不在 你都跟我一起睡 这么好 对 上面有房间 我爸爸就跟那个俊哥 就是姐夫的 姐姐的儿子睡 就一起睡 对 就一起这样子 还有房间 还有女儿的房间 如果俊哥回来 姐夫回来的时候 我就跟女儿睡 对 如果俊哥没有回来的时候 我就跟姐姐睡 就不用为这些事情担心了 对 我从小辈没有 小没有妈妈的时候 是我阿嬷跟我讲说 你没有妈妈没有关系 但是 你有阿嬷 你把我当做妈妈就好了 没关系 先生 本来就是会有快乐跟痛苦 这才是人生 那有苦你才会成长 不怕苦 只怕你没有能力 有这么多人帮助让你一路走来很顺利 但是你当中也因为忙工作 我来不及见阿嬷最后一面 对不对 因为阿嬷从小带你带到大嘛 对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当时是工作 在拍戏 是 是 我那时候在拍《寡戏》 廟口《寡戏》 美云节是 唐美云是导演 对 他也是修行 那一天我就 因为我阿嬷那时候也90 90 90多岁 91 对 我再演演演演演演演 我就听我爸爸 因为我阿嬷中风十几年 都是我爸爸在照顾的 所以我爸爸非常孝顺 非常 所以我说百善孝为行 我看着我爸爸这么孝顺我阿嬷 我一定要孝顺我爸爸 很辛苦 这十几年的过程都是我爸爸在陪伴 非常的伟大 对 我阿嬷很辛苦没有做 但是我爸爸非常的孝顺 所以他们这母子的感情超好好到榜 在那一天 我接到了我爸爸 说我阿嬷走了 对 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接到我受不了 我就说 对不起可不可以让我休息一下 这样子 然后我 那个 导播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台湾姐你先休息一下 我就说 好 先让我休息一下 只要十分钟就好 那个十分钟 其实是所有的回忆 从小 从小我阿嬷怎么辛苦的 那个过程 她怎么把我带大 我从小小 我从小被没有 小没有妈妈的时候 是我阿嬷跟我讲说 你没有妈妈没有关系 但是 你有阿嬷 你把我当做妈妈就好了 没关系 所以我永远都是跟在我阿嬷旁边 回家就是找阿嬷 就是找阿嬷 那个过程是让我觉得 没有阿嬷是 阿嬷你看是让我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很紧致 对 我说可以让我休息 导播非常地好 她说好 彩华姐你要休息多久都没有关系 我说好 然后我跟我爸爸讲说 爸爸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等我明天回去 我一定要看看阿嬷 我要摸摸她的身体 我要一定要摸摸她 因为 跟她说再见 跟她说再见 对 我爸爸说好 这样好 我就说 好 你等我 这样 然后我也跟我阿嬷讲说 你要等我 然后我就说好 我那时候眼泪擦完 我就说导播 谢谢 然后那时候 我要演的一场戏是 立马要演的是一个 一个老唱的 也是开心的角色 开心我 然后立马就要收拾那个情绪 然后赶快把那个戏演好 然后一样就是要怎么样 开始就是搞笑啊 怎么玩的 然后等整个演完的时候 我隔天 不知道隔天还是 就立马下去 对 然后就去见我阿嬷的 对 去隔天 殡仪馆 然后那个 就是在 去见她 拿出我从头看 然后我阿嬷是很慈祥的 然后很漂亮的 对 然后我就摸摸她的身体 然后抱抱她 对 对 就 那我觉得就是 再怎么样 我觉得你现在的成就 可以让阿嬷觉得很骄傲啊 我记得我阿嬷那时候有讲说 因为我们不是都是租房子嘛 对 然后在二十几年前 快三十年了 我阿嬷就说 那要不要买一家房子 一间房子 我讲错一次 希望有自己的家 自己的家 对 那我们不要担大楼 我们就看得到那种 套天的房子 对吗 那我就在台南 我七岗那里就看到 看到这间房子 然后我就希望 可以买给阿嬷住 对 所以那时候我在二十几年前 三十年 一二三十年 就买给阿嬷住 这也算是 帮她了了一个心愿 对 让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对 那你这一路走过来 我想聊一聊就是说 是什么样子的 你看过去这么辛苦 是什么样子的动力 或是你怎么样子 一路鼓励自己 让你可以坚持到现在 有没有什么样的信念 是在你心里 你应该讲的是我学佛吧 他告诉我人生 本来就是会有快乐跟痛苦 这才是人生 那有苦你才会成长 这个都是让你成长的一个 源头 不怕苦 只怕你没有能力 通常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或者苦的时候 你可能会往负能量 对 走 会往不好的方向想 对 但是不要 你如何让你这个苦 这个考验来的时候 你是往正能量走的 这才是对的 好 今天非常谢谢蔡华姐 用这么精彩的人生故事 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在你身上 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乐观跟勇气 即使面对这么多的困难 坚定你的目标 还是可以持续的往前进的 一定有一天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样子 是 谢谢彩华姐 谢谢 台湾棉堂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王彩华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是 快乐的人不是不会痛苦 只是不会被痛苦所左右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